无量 礼佛一拜 罪灭何沙 那在观音法门的修福当中 你要得到福呢 其实有几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要学习观音菩萨的慈悲利他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礼拜供养观音菩萨 我们在礼拜他的时候 表示我们想跟他学习 跟他学习什么呢 大慈 大悲 那我们可以观念这个观音菩萨的圣像 而且可以弘通观音菩萨的经典 我们可以照相 灌照那个观音菩萨的相 那也有人呢 朝拜圣地 观音菩萨的圣地在哪里 如果中国的话 在哪里 浙江的普陀山 好 所以 这个慈民法门呢 称令观音菩萨的名号 他能这个娱乐 他能够拔苦 这个简单的说是两样 那两样可以变成四样 广说 免欺难灭三毒 能求恶应 能得多福 这个是第三个慈民法门 第四个呢 我们看观音菩萨的净土法门 我们说观音菩萨呢 是西方三圣之一 西方三圣是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跟大四字菩萨 在净土法门的说明当中呢 我们说往生极乐净土 有九品 九品往生 从上品 中品 下品 各分三品 那月上品的 从上品上生到中品 中生呢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还有大四字菩萨呢 分植金刚台 紫金台 金莲花来接引 这个想往生的众生 那这个是品位比较高一点 那品位比较低一点 中品 中生到下品 下生呢 就会有观世音菩萨 大四字菩萨 为这个往生者的说法 他既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差别呢 这是三尊来接引 这是两尊来接引 比较特别的是 有说在观音菩萨的相关的经典 里面有提到 他说 若人意念观音 就是你意念观世音菩萨 灵命终始呢 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无需接引 好 这个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那这个净土法门呢 也是很多人修学 那我们可以称念 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 也可以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 都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 陀罗尼法门 陀罗尼法门呢 就是这个持咒 也就是真言 那在这个陀罗尼的法门 陀罗尼的法门也叫做总持法门 也就是诸佛菩萨他的修行的福德功德 总持在这个咒语当中 他也叫做真言 那有关观世音菩萨陀罗尼法门的经咒仪轨非常非常的多 那尤其在密教当中有非常多的这个陀罗尼法门 那我自己个人曾经修过的是大悲咒 那因为刚才提到说 我出家呢 障碍很多 那就有法师呢 指点说 那你可以持耸观音菩萨的名号 还可以送大悲咒 那当时呢 我一天呢就送四十九遍 就每天就是一个定课啦 那一开始心比较杂乱 那渐渐渐渐渐的呢 有一次是状况最好 就是在送大悲咒 因为一遍 两遍 三遍 十遍 好 送了很多遍之后呢 内心非常的寂静 好 那因为持奏呢 他这个是真言 有无量功德在里面 那内心呢 非常的感动 所以呢 也对佛法升起很大的信心 那后来呢 也发愿 要这个跟观音菩萨一样 这个去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陀罗尼法门呢 他非常的殊胜 他这边提到说 现身可以得到十种利益 可以得十五种善生 可以不受十五种恶食 那可以得诸功德 你看 善生不受恶食 现身得利 那我们看 他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功德呢 在我们的课本的二九一页 在二九一页呢 他这边提到有十二种功德 如果我们持送大悲咒呢 他说 是佛身杖 诸佛所爱惜 是光明杖 一切如来光明照顾 是慈悲杖 那横以陀罗尼救度终生 后面有很多 我大概念一下就好了 是禅定杖 是虚空杖 是无畏杖 是庙语杖 是常住杖 是解脱杖 是要亡杖 是神通杖 有种种的功德 那他也可以得到 现身可以得到十种利益 这十种利益呢 能得安乐 那除病 如果有病的 也可以去除你的疾病 那比如说我们说 在送大悲咒呢 送一送就把那个大悲咒 可以把它喝下去 那还有延年益寿 常得富饶 灭一切 恶业重罪 永离 障难 我们有烦恼障 业障 暴障 可以增长一切善法的功德 我们可以远离一切诸部位 的确你在 那个送大悲咒的时候 你可以远离很多的恐怖 成就一切善根 那灵命忠实呢 任何国土呢 能够随愿的往生 献身就可以得到献法乐 那得十五种善生 十五种善生 十五种善生呢 他说所生之处 常逢善亡 有时候我们碰到什么呢 碰到恶王 恶王比如说像谁是恶王 那个秦始王 他也算恶王 常生善国 常之好时 常逢善友 常逢善友 我们常常会常逢什么 恶友 恶友在哪里 恶友就在你的旁边 生根常德具足 道心存守 这个道心存守呢 我们送这个陀螺你呢 也会增长我们的道心 这道心会越来越强 不犯境界 所有的眷属和顺 然后我们的财务 丰主 恶德他人恭敬赴此 财宝呢 无他解夺 就是你的财务 不会被人家抢走 有一些人呢 这个一个月被抢三次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 有一些人很奇怪 有一些人他福报很大 他的那个钱包 丢在很多地方 很奇怪 他都不会被 他都不会被 被人家拿走 回去 一两个小时回去 还在 那有一些人 只有少许的财物 藏到 藏到那个 床底下的 那个柜子 里面也被怎么样 也被偷走 没有福报的就是这样 还有第十二呢 所求撑税 所求呢 比如说刚才提到 我们想要出家修道 还有龙天赴法呢 他会赴位 所生之处呢 见佛闻法 所闻正法呢 勿胜生意 听到佛法呢 我们能够体悟到 他的生意 因为我们送那个 观音的圣号 或是 持这个大悲咒的时候 持这个咒语的时候 我们心呢 我们心会散乱 还是内心呢 得到安定呢 我们内心会得到安定 安定的话 我们就容易体悟 圣生的法义 那不受食物种饿食 不被饥饿 饥饿困食 那这边有很多 那 比如说不畏水火 水灾啊 火灾而死 不会中毒药而死 不会狂乱思恋而死 那不会从山矮坠落而死 有没有人 那个从山矮那边掉下去 也有 我们看到那个影片 在那边自拍 有没有 拍一拍就掉到那个 山矮下面去了 那 还有 第十四项呢 不畏 不畏 恶病 缠身而死 也就是说 你的 面对死亡的时候呢 这一些呢 都不会有 那这个陀罗尼法门呢 他 除了得十五种善生 不受十五种饿食 在经论里面 他提到很多的殊胜 比如说 他说 我们世间 有八万四千种病 吸接 自知 那如果呢 我们在山野当中 打坐 那如果有三金鬼魅 来扰乱 你给他送一遍 这个咒语 那 这些 三金鬼魅呢 他就被戏服了 那另外 我们在送这个陀罗尼的时候 隆天赴法呢 也会 赴持 那 这个大悲咒 这个陀罗尼 这个法门呢 我们在 早晚课呢 我们也每天呢 都要送这个大悲咒 还有几乎 所有的法会 也会送这个咒语 所以这个法门呢 非常简单 那你只要有少许的时间 你都可以去修持 好 今天呢 观音菩萨的 观音法门 主要的 就是这边的五大法门 神经的波罗法门 嫩言经的 耳根元通法门 还有净土法门 慈民法门 还有陀罗尼法门 那观音法门 它包含了慈悲与智慧 内容其实还有非常的多 今天我们惊要的 跟大家介绍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我们回向 大家请合掌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补及于一切 补及于一切 众生于我等 众生于我等 接共称佛道 接共称佛道 非常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